3月19日是徐若萱的44岁生日 但是徐若萱已经提前庆祝过好多次了 3月18日的今天 他难得晒出了一家五口的全家福 画面简直幸福感爆棚 徐若萱幽默地说道 有一个调皮的小孩舔了我老 供给我准备的蛋糕 吹我的蜡烛 切我的蛋糕 排鲜吃了生日快乐 Dalton明明是我生日 V哥缺一脚的生日蛋糕 谢谢老公 女儿的手写卡片令我非常感动 徐若萱的儿子英文名叫Dalton 小名叫小碧宝 长得唇红齿白 皮肤也白嫩 耳朵很大 是个有福气的小孩儿 虽然是提前两个月出生的早产儿 但是看起来非常调皮聪明 小V宝还是个吃货加急性子 本少爷哪有时间陪你们拍照 直接伸出来舌头开始吃了 爸爸这嫌弃的眼神也太喜感了吧 抬头文十分抢镜 只有家里的三位Ladies才有认真的在拍照 毕竟都有偶像包袱 小V宝全程都没有看镜头 舔完了又拿 这工具开始切起了蛋糕 一点都不客气 难怪徐若萱祝儿子生日快乐 徐若萱一边抱着儿子 一边依偎在老宫里 云峰的怀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这么水灵漂亮 两个女儿是李云峰和前妻的孩子 穿着红色衣服的是老大Alicia 大概是十七八岁 她手托着下巴 微笑的时候还有酒窝 温柔又文静 站在徐若萱身后的则是小三岁的妹妹Clara 颜值也不低 姐妹俩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都非常疼爱 谁让小V宝长得这么天真和可爱呢 虽然家里很有钱 但是礼物还是自己亲手绘制 更加显得有诚意 徐若萱晒出了两张妓女座的手写卡片 虽然朴素 但都是心意 估计表白和祝福的文字都在里边儿 可见孩子们和徐若萱相处的还不错 一方面徐若萱这个后妈可能对妓女们都很好 另一方面 孩子们的情商也比较高 毕竟和后妈作对并没有什么好处 徐若萱和老公同框 夫妻两都指着蛋糕被小V宝吃掉的一个脚 露出了非常嫌弃的表情 很是搞笑 徐若萱44岁看起来却依然年轻 如果当年没有说不适当的言论 想必现在在大家的心目中也会是和林志玲那样的不老女神 这个蛋糕可能是李云峰亲手做的 上面写着生日快乐 来自Shasha, Mimi 和 Dalton 的爱 不管怎样 小V宝的出生 还是给大家带来很多欢声笑语的 祝福一家午口继续书写幸福篇章